谁还说我们这个大面包车不能越野的 刚出发第一天这个车就坏了我 大家好我是大亮 打算开着这台自改房车出国去旅行 昨天我们刚翻阅这个折斗山 然后这个车就出问题了 现在是变速箱是不是 一直提示故障 然后发动机灯也亮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昨天我们翻阅折斗山的时候 这个车上坡是完全没有进 然后两档突然跳到五档 跳到五档之后就更加没进了 直接导致吸火溜车了 然后就显示这个变速箱异常 就这样的 等会我们吃完饭啊 联系一下客服看这个车是怎么解决 因为毕竟这个车还没有过保吗 然后才跑了两万公里 然后也才开了两年 之前也去四字店做了一个前方位检查 也是检查变速箱 之前检查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说是 这边是刚起床准备收拾车子啊 我们还是在这个录营地啊 看蓝天白云 还有两只大狗相伴啊 看这个狗 还是挺漂亮嘛 说实话 这全部都是营地的几个车友 全部都是去西藏呀 今天这个天好 旁边就是318国道 准备起锅烧油了 直接开火 92年的小花生油 放一点下去 野生的小草鱼把它下去啊 喝酒 额 那煎到两面金黄啊 特别的香 直接放点堵传秘方 哎呀 香了 香味一下子出来了 哎呀 香味一下子出来 来了 来再放点花椒干辣椒直接下去 再加点这个小蒜棉 看看这个味道很不一样的 看一下 还可以不 好吃了 这下酒 兄弟们这个下酒又下饭 这是八经历 哎呀 可以可以可以 在外面能吃到这么小的鱼 在外面能吃到这种八十年大鱼 真的吃不到 这块肉 这块肉可以 兄弟们 这个是我们营地的一个 好的有啊 叫一加一去旅行 对对对 一加一自驾 一加一自驾 江西平下来 嗯 江西的 江西脑表啊 嗯 现在饭已经吃完了 现在这会儿我们去试一下这个车 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还好 有问题的话 就得回成都去修车了啊 来 高兔 在营地把车开好啊 哎 哎 高兔来 看着 看这个狗特别帅的 看笑了 来 看过来 咱这个车啊 它是大通V90 然后自动挡 老是跳挡啊 现在我今天我出去试一下 也不知道是不是它不会开啊 所以去试一下 嗯 我们去那个塔工大草园 嘿嘿 出发走 呃 这个蓝天白云看着真舒服呀 塔工正 对 到了塔工正 我朋友们 这个风鸟绝得是绝的啊 哇 这个风鸟绝的 前面就是那个 呃 亚拉雪山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塔工草原 哎呀 这个风鸟漂亮啊 这风鸟绝的 看这个雪山是真漂亮啊 我们等一会就过去啊 大哥大哥雪山跟前 也就是亚拉雪山啊 太美了 你看一下 我嘶 漂亮 看 我们要把这个面貌车开到那个大雪山跟前 古一 有没有信心 有 看那个大雪山特别的漂亮啊 了 非常漂亮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主干道 老那个雪山就在那里啊 但是这个地方你们看啊 这个地方有个竿子 像车矮的话随便过 但是古一的车有点 有点高啊 所以说比较费劲啊 直接开跑 哎 可以可以可以 后面就全部都是土路啊 哪个王子 最后一本就到了 这边创复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还说我们这个大面包车不能越野的 看一下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大雪山的跟前了 刚才路过的越野车向我们竖起大拇指啊 看一下我们是从那最底下上来的 看 尘土飞檐了 这个动力说出话还是有点不太够 那山路18万刚才上来的 那最底下上来的啊 我们还要继续出发了 到一直到最跟前了 把车子熄火吧 车子又高温了 有句话讲得好啊 望山刨司马 那会儿看着是一个山豚 但是当我们爬上那个山豚 又有一个山豚 爬上一个山豚又有一个山豚 然后这个山豚确实已经爬不上去的 这个车爬不上去 车子一直高返 然后没有动力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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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终于上来了啊 这个车彻点就爆缸了 我们好不容易上来 但是山上面在下雪 然后这个雪山开的不算太清楚啊 现在我们徒步过去 然后给大家会儿来一个航拍吧 现在这个天气不行啊 但是风景还是可以的啊 看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什么 故障板 然后变速箱故障又出来了 你看现在古一这个脸呢 通红 这就是高反 是不是脸发烫 头晕晕的是不是 那怎么办 那晚上要不去开个宾馆 好烫啊 朋友们今天这个车子我已经测试过了啊 应该是大问题没有 应该是一些就是偶发性的故障吧 但是动力还是有一些有些差啊 可能是因为车的车太大了原因 然后现在两个人都高反 然后刚才在那个营地啊 就是昨天这个唯一这个老板 这个营地这里吃了一个饭 然后等会儿去啊 不行的话就去找个宾馆休息休息 严正高反了 朋友们如果感觉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拍的还可以啊 风景还可以咱们点个赞好不好 我们明天继续出发啊 点个赞谢谢 好